今天是世界口腔健康日 寿山动物园也应景和兽医院合作 帮动物们安排口腔健康 3月20号是世界口腔健康日 寿山动物园也应景和兽医院合作 守护动物们的牙齿健康 拿着一器帮黑熊剥皮进行牙根治疗 随后再装上特制的金属牙罐套 保育员日前发现动物们食量变小 而且变得挑食 因此特地为他们一一检查牙齿 利用树枝补牙解决蛀牙问题 兽神结束再帮他们洗牙 口腔会不健康 动物们也正常进食 发现都渐渐他会有挑食 然后食欲不佳的状况 就有警觉到说观察说 那可能就是他的口腔部分 是不是有些问题 高雄寿山动物园 5年前发现园区内的黑熊和床壁院 上下门牙蛀牙 加上牙髓神经病变 因此请来受医院帮他们治疗 今年2月又发现一只高龄的阿拉伯沸沸 右脸颊和下巴出现肿块 仔细看口腔内部严重出血 不过经过牙根治疗 目前已经恢复健康 进食速度也比治疗前来得快 而治疗牙齿的画面曝光 民众也感到新奇 很近期吧 因为他以前都不才看过啊 很好啊 他没出去吃 如果他牙齿痛的话 我们可能会帮 他把例如说地瓜蒸软一点 或者是一些 把一些食物切小块一点 让他吃起来比较方便 园区今年还举办活动 让民众了解不同动物的口腔结构 世界口腔健康日 不只确保动物们拥有一口好牙 也让它们在美食面前 更无负担 接下来玩家简直收高雄报道